李嘉宏设计师认为设计的艺术 取决于空间的动线收纳 使用方便性与风格的完美结合 清楚地展现空间独特的性格 赋予空间生命力以及表情 许多屋主找设计师设计房子 无非是希望设计师可以给他一个 超乎他想象的空间 而这必须建立在屋主 对设计师全然的信任之下 今天宇嘉宏设计师 就是遇到这么棒的屋主 让他可以完全发挥 运用材质表现出人的温度 创造又一个令人惊喜的作品 今天这个案子 刚刚在私下跟你聊天 看得出来你非常开心 而且很满意的原因 在于屋主是非常非常信任 而且充分授权 让你在这个空间里面 事实上玩设计玩得很开心 是没错 因为这客人是我以前的旧客户 那旧客户的之前跟他的互动过程 他就相当满意我们做的 包括细节 包括整个气氛 所以他就完全不用担心 所以这次的帮他做 这样的空间 他是完全的授权 所以包括我们当初想 带他去看材质 看一些这个 要确认一些设计的风格 他都说他都不用看 完全不看啊 对就完全信任我 哇真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 还蛮得到客户的尊重 那我们也真的 帮客户发挥到 他真的很开心的一个房子 好那那一个 你说就是选材质的时候 就是完全你决定就好 那至少房子要来看吧 他来这边看过几次 前后大概不到三次吧 因为第一次可能就是他带我们来这房子里面看这个现况 那现况那时候我们看就真的是一个老房子的架构 包括里面格局都是原有的 第二次来看就是我们施工的初期 他大概看一下里面我们的准备状况 那他就还蛮放心 那主要是中间他就完全没有再来看 因为他就觉得说他期待那种我们帮他完成 而且他希望看到的是成果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想surprise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第三次带他来看就是已经完工了 那他就相当开心 他就觉得说哇怎么会做得他想象不到的效果 所以我猜出了很多时候我们找设计师就是希望你给我们的东西是超乎我自己能够想象的范围 没有错 Alan 通常你的空间都有蛮高的辨识度 也就是这个房子大概看一看是不是你做的你的味道都可以出的来 我觉得今天这个空间也是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的像比例架构跟我们的一些空间的一些整个材质搭配 包括颜色的搭配 我们都特别有我们公司的一些风格跟味道 比如说包括深浅的层次感 包括颜色上我们比较偏这种喜欢偏大地色系 因为大地色系我觉得是一个很放松 很适合用在家里面 所以我们会用一些比较那种天然的颜色 或者我们会把颜色的材度把它降低 所以整个空间看起来是一个很和谐 而且我觉得在里面是一个真的可以放松的 你知道你那个味道啊 就是像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说 你用了很多的材质表现出人的温度 我讲再直接一点的概念 我喜欢你今天的地平 因为我喜欢我光脚踩在上面的感觉 包含我眼睛看到它的颜色跟纹路 都是我喜欢的 是 我们是用这种绣筒的 它是有一点点板颜面的感觉 它是深色而且很大片 我们的尺寸是60x120 所以在于磁砖里面算相当大片 那我觉得除了这种磁砖缝可以变比较少之外 那我觉得以这样子质感的地砖 反而跟很多空间的质感是不太一样 就是说它可以把我们的家具跟我们的上面的一些软装 跟一些背口可以呈现得出来 超高的 可以跳得下来 当然这个空间不只是地平 今天的空间还让我看到一个东西 平常这样的材质可能你以往可能你没有用过 可是我觉得你怎么可以第一次用 就可以用到这么精准或是这么顶尖 你知道我讲的是哪一块吗 应该是我们最主要的电视主墙 没错 这个我以前比较少看你用 可是你才用可能少数几次就已经用到最顶级了 我们电视主墙的材质我们是用石皮 石皮就是说这个石材旁边会切下来的这个边缘的一个它的材料 那石皮本身的质感我觉得相当特别 就是说它有很漂亮的粗矿面 所以它的面凹凸是一个相当有变化 而且我觉得它的质感看起来是会让我们很放松 因为它有这种好像户外休闲的这种材质 有一点点像去度假的感觉常常会看到的一些材料 可是你这一块厉害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以前有看过石皮的用法 大部分可能就是小面或是比较粗矿 可是你这一块我竟然会看到有那种金属光泽或亮面的地方 这是我觉得很少见的 我们为了找这一块石皮找了相当多的这种食材质 甚至我们还跑到花莲去找 最后我们是在巴黎找到 因为我们觉得要找到好的食材 对于这个家的精神 或者我们想要呈现的这个味道相当重要 我们的这个食材的食品 它本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光泽 它的这种光泽的话会有一点点觉得 好像你去那种矿区才会看得到 对对对 好像要去采矿一样 可是它的光泽 你灯光照射下真的会相当漂亮 因为感觉好像有那种宝石在里面的感觉 就像结晶体的概念 对所以我相当喜欢这个食品 要能够完整呈现食品的美感 以机能性为主的鸡柜呢 就必须巧妙地规划位置 才不会破坏整体的设计感 那么Alan会将鸡柜隐藏在哪一个位置呢 Alan你说电视的鸡柜在哪里 电视鸡柜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锦铃玄关的这个矮的端井台柜 竟然是你的电视鸡柜啊 对因为我觉得鸡柜可以有很多形式 我比较喜欢的是让它可以隐藏起来 那我们可以有很多功能 比如说像这个功能就是一个端井 那真正的一些事情设备 都可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 鸡柜在这位置真的很巧妙 可是电视鸡柜在那儿 鸡柜在这儿 那中间的一些线的连结怎么办 这个我们在施工初期 就一定要先别化好 所以很多线路都是从地板这边 都走盘板都已经先做好了 所以这不成问题嘛 对对对 那我刚刚用手摸这个触感嘛 他的手的触感非常的特别耶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鸡柜 它是一个木做的柜体 可是你可以摸到上面的这个触感 它是有这种铁键的那种质感 可能是用铁键漆的材料就在上面 所以它就看起来相当特别 所以就回到我一开始说 Alan在空间当中就是 用材质表现出人的温度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了 对 没错 OK 这个房子其实一进来啊 我觉得在端井 玄关端井的设计 其实就还吸金了 是 像我们一进门的第一印象 就是看到我们这个玄关的这幅画 还有下面的一个端井台 我们就会觉得说 进来是一个好像一个 比较偏艺术的空间 这个就是进来玄关的第一印象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希望它有一个静置效果 所以我们做了两边的这个 雕刻板的大理石 雕刻板的等级相当高 所以就在这个空间就相当有质感 而且我们也想 你知道这个是很细致 跟我们进到里面 电视墙是比较粗犷 有一个细致跟粗犷的一个对比 而且我们也大概知道 接着这个房子是老不翻新 所以格局在Alan里 是把它全部打掉 重列 格局重新排过 你知道我非常喜欢你 做这个很精致的衣帽间 我们鞋柜的概念 我们比较不希望 像传统式的鞋柜 就是直接开门的一个柜体 我们希望的是一个 可以走到里面去 像这种走路式的鞋柜 我们到里面去就可以很 悠悠地去拿鞋子 去看窗外套 比如说里面有一些这个 像拿雨傘之类 有很多的这种旋关需求 我们都可以放在这个 走路式的鞋柜里面 所以它就不是柜体的概念 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对 我们除了做这个空间的量体之外 我们还希望它可以借由 我们的玻璃的彩光 那我们外面光线 可以直接跑到里面去 所以我们用的这个玻璃很特殊 是一个夹砂玻璃 夹的这个砂也是我们特别方的路选 旁边我们做了很精致的那种 固态的一个铁尖框边 所以它就很有质感 我们做的这个案子是一个老屋繁星 它这个屋龄大概有二十几年 那屋主也在这边住了相当长了一段时间 所以屋主对于这个环境是相当有感情 而且也很喜欢这边的邻居跟朋友 所以他也决定常住在这边 所以当初我们到这个房子来看 整个屋矿的时候 就是一个比较传统型的装潢 装潢的格局 当然房间数也稍微多了一点 后来我们跟屋主比较彻底的了解 他们的需求 因为屋主的小朋友也都长大了 所以说也不会常住在这边 所以当初我们跟屋主的沟通 就是希望让公共区域尽量大 所以我们的房间数 就只要维持一个大一点的足弱吧 那我们再做另外一个 多功能的一个麻将室 我觉得这样的空间就相当刚好 也可以让公共区域相当的寬敞 在你的个案当中吗 其实天花板我觉得一直是你很会处理跟表现的手法之一 而且我也觉得你很善用天花板去界定你想要界定的公司领域或者是空间的部分 没有错 因为我们这个空间的话 我们希望以天花板来区隔 像这边是青石区 餐厅区跟麻将间 那我们就是用这种钢刷木皮的天花板 我们不用钢刷木皮的原因 一个是我们觉得说地板一定是深色 我们希望上面有带一些温暖的颜色在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里面有这种直线的这种勾缝 我们可以让它有一点这个层次的错落感 那里面我们还隐藏了铁件的这个灯槽 铁件灯槽我觉得这个会变成是一个里面很棒的一个 它的一个层次感之外 它可以把我们的灯做很有系统的整合 所以看起来上面的灯不会是动一盏七盏一盏 而且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一个轨道灯 它可以有很多的弹性在 比如说它可以调整角度 它还可以去变换它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打一些像装饰品 甚至有些地方挂画 我们都可以很弹性地去调整它 我觉得你很擅长整合 像现在我看到身后带灰阶的这个壁面 事实上我觉得你在整合上的功力 也让空间看起来有一种整齐的秩序 对没有错 因为我们的空间我希望是一个很有主题很有重点 所以说我们的材质不会用到太多或太乱 反而我们希望的是像有一些门片或者柜体 我们可以用同一系列的材质 来让它变得更完整 像我们的这个青石区的后方的墙面 跟我们的另外一个餐厅主墙 我们是用这个比较特殊的铝板 这个铝板的优点就是说 看起来它有这种比较现代的有点科技感 可是它不是亮面 所以它看起来就不会太有像商业空间的感觉 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在我生活的这个方向 它连冰箱都可以整合进来吗 对 连冰箱甚至连里面的热草区的门 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所以看起来的这个空间就会相当的完整 而且主要是不会有很多像 门跟柜体的一些架构 所以这个空间就会变得很干净 很整齐有秩序有美感 你刚告诉我你身后这一块是它的麻将房 对 这个麻将房 因为屋主有打麻将的习惯 那我们也希望多一个像有点像多工门室 那我们进去麻将房的这个门也很特别 我们是一个四面的这个四分之一的旋转门 对 那我们的门上面的材质也是用这个夹煞玻璃 所以我们的这个门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设计变化 而且刚好对应到我们的餐桌 跟我们的后方中导大台的中间 而且它其实跟客厅的电视主墙相关联系 有另外一个进出的动线 有 它有另外一边的动线 就是说我们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电视主墙可以独立出来 所以不希望那边看起来只是一个连着墙壁的一个完整场面 所以我们有做的让它是变成是一个中轴 跟一个主要墙体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另外一边就是用拉门 我们的拉门部分就可以把麻将间跟外面空间做一个区隔 那包括我们的四个这个旋转门关起来的话 独立的麻将间就不会受到干了 不过事实上像我现在做这个位置我看了你 我觉得你身后的那个面 我喜欢它有一种平衡的美感 对 因为我们两边有一个 两边的对称式的整支材面 那我们中间的收纳柜也用这种隔杂式 我们一样用铁键膝的方式 让它是更有质感 它其实最特别的 是它的另外一面的这个墙面 我们用的这个食材也是相当特别 它有一个像我们刚刚讲的电视主墙的那样的味道 可是它是完全平面的 它是同一块食材不同处理的方式 不是 它这是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食材 对 我们希望食材有很多的表情跟变化 那我觉得我们这次选的食材 后面看起来它也有这种 有点金的感觉跟银的感觉在里面 我觉得很有这种麻将间 可能可以迎前的这种肯定在 但是我要佩服你 因为我以为是同一个食材不同处理的方法 所以它看起来感觉像是整套的 就是正面跟反面 可是当你告诉我说这是不同食材的时候 我想问你要花多久时间 才可以找到这种 这么相呼应的材质呢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作品找食材 真的是花了很多功夫 我觉得找出来的成品 真的是我们最好难 所以就像亚伦讲的空间当中 可能你用的材质的种类不会多 但是每一样都用的很精 有让我们感觉到人的温度 那我个人觉得最理想的主卧空间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内玄关 因为内玄关的话可以区别 真正私密与真正公共领域的一个界限 所以我们的一个内玄关的感觉 也是放了一个很特别的画作 也有一个很漂亮的端景台 那经由这样的空间的转换 到达主卧室的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卧房的 床头是一个很有质感的一个绷布 这个绷布的材质的话 我们有一点点带有这种棉的感觉 所以看起来也是相当舒服 有这种像饭店式的这种感觉 那另外的这个对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视主墙 我们是用这个木地板的材料 让它延伸到墙面上来 而且我们的这个木地板的层次感比较多 我们用了两个尺寸的这个木地板 一个是用三寸的这个宽度 另外一个用了六寸的宽度 所以我们这样子混搭 让它有一点点大大小小的木地板的错落 可以让这个空间的这个质感 更有它的一个变化性 这次有机会可以帮屋主完成这么漂亮的一个作品 坦白讲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代表作 我们真的相当开心 也很谢谢屋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第二次还把他的家很放心的交给我们 所以我们的使命感坦白讲是相当大 这次我们的团队也是动用到相当大的资源 我们跑到了像花莲去看食材 也跑到巴黎去看食材 好的材料都去看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跟突破 总而言之相当谢谢客户给我们这次机会 我们也真的呈现出我们好的作品